圣地亚哥 San Diego 每日播报 圣地亚哥 San Diego 每日播报 大家好 从今天起 五八同城圣地亚哥 开始为大家 每天都制作一个音频小节目 在YouTube上播放 您可以关注YouTube频道 Connect USA in China 得到每天最新的本地国际 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信息 以及一些小节目 小感想 大家开车时 就可以打开这个频道 每天十几分钟的驾车时间 在自动驾驶技术成熟之前 我们可以让您 每天开车时 也有所收获 当然 这只是一个尝试 我们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多多反馈 批评的同时 不要忘了提一些 可行的建议 谢谢大家了 那么 每天我们播报的内容 会分为几部分 第一个 就是五八同城圣地亚哥平台上的 各种本地 二手 招聘 交友 活动信息的一个大致介绍 详细的信息 您就可以在五八同城圣地亚哥的这个平台上查看 第二个 就会包括一些本地和国际上的一些超级大事的简要总结 一般的小事或者特殊领域的事就不烦您批阅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 跟我们生活呢 息息相关的一些琐事 还有一些小一些分享 然后听听好听的音乐 然后讲一讲笑话 那最后呢 就是大家最为期待的内容 就是广告了 包括本地的新进商业业信息 或者优秀商家推荐 为了生存广告还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尽量做一些不一样的广告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我们能做出什么样质量和形式的这个商业信息出来 那么如果您对当天提到的任何信息感兴趣呢 您可以在咱们这个YouTube播放页面的视频说明里呢 找到具体信息的链接 点击进入之后呢 就可以阅读详细的内容了 好了 今天是2018年7月19号 星期四 我们节目正式开始 今天Sandiego气温是22度到26度之间 又是一个大前天 首先我们先花几分钟呢 来简单了解一下 昨天有哪些新的信息 发布在58同城的平台上 如果您需要发布任何信息呢 在视频下方的链接中 自己点击发布就可以了 那现在是暑期 很多同学回国度假了 那还有一些毕业生呢 他干脆就已经搬离Sandiego 所以先市面上很多的房屋在出租 现在UCSD SDSU附近都有一些小区的公寓呢 在出租 Conway附近 人之Bernado和Clamo Valley附近呢 都有Townhouse在出租 特别提出了一些 今天我们看到 第一次看到有RV的出租 RV什么呢 RV是recreational Vehicle 它就是那种移动的房车 那这种的出租会非常便宜 如果您是来度假 可以去看一看这些信息 昨天还发布了一些求租的信息 有USSD附近 有整个Sandiego区域的 各位房东呢 可以到咱们58同床平台上 去了解一下 随着房屋出租 还有很多二手家具才出售 有床啊 吧台椅啊 沙发床啊 微波炉一些电器啊 这很多 交聘方面 神戴的生物资料公司 在招聘物流管理助理 还有中餐馆 在Sandicos 交聘这个乔郭一名 那如果有雇主需要 有人打管的工 我们现在也有求职的信息 在我们平台上 那昨天有一篇文章 发布在58同床平台上 非常火爆 这个文章的标题 非常的惊悚 叫做 刚从Costco买的野生三文鱼里 吃出寄生虫 我的妈呀 加州Costco对此回应很正常 这怎么一回事呢 加州湾区的居民呢 最近在东湾的Costco超市 买了几块三文鱼 只不过没想到 他拿回去一看 发现这个三文鱼里面呢 还有一小段白色的线虫 正在不停的扭动 在这个链接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清晰看到这个动图 有虫子确实很恐怖的样子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就会很容易吃下去了 那这块肉的外面标签呢 上面写的是 Fresh Wild Sockeye Sillman Fillet 属于Costco自有的Kirkland品牌 而且是7月16号当天包装的 那么在网上搜了搜之后呢 发现有很多的网友呢 在生鱼肉里面吃出过鸡虫虫 而且呢 有这样的客人在退货的时候呢 被店员告知 这种事很常见 你不是一个人 保健 这个真的这么恐怖吗 Costco难道对此没有任何的对策吗 那记者呢 在向这家Costco讨论说法的时候呢 对方给他一个宣传手册 这个手册呢 是由UC Davis的大学教授编写 主要内容呢 是说鸡肉里有寄生虫 这个现象呢 非常自然 但是只要高温烹煮过后呢 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太大危害 那有寄生虫是一种自然现象 并不代表食物遭到了污染 它所带来健康威胁 袁晓宜附责在食物表那些 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 这篇文章还介绍到 事实上美国超市里售卖生鱼呢 大部分都不适合生吃 做刺身或寿司使用三门鱼 吞拿鱼一般呢 都经过更严格的检疫检验 以及急速冷冻等特别的除虫处理 所以呢 美国疾控中心在网站上进行科普 寄生虫入口时人体是有一定感觉的 有些人在吃生的或喂煮熟的鱼或者鱿鱼之后 会有痒或刺痛的感觉 这实际上是乳虫在口腔或喉咙中移动所造成的 那么如果呢条件允许 当你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需要通过咳嗽 呕吐 或者用手呢 把虫虫嘴里取出来 如果出现腹痛 呕吐 恶心 或者不明原因的胀气呢 就有可能是因为肠道内出现急成虫 需要及时就医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当你从超市买回来这个生鱼肉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把它切成小片 当生鱼片吃了 确实这个里面有这个急成虫的可能 那这篇文章呢 是转载自的公众号 旧青山湾区消费指南 我们谢谢这个公众号 非常好的文章 而昨天呢 还有一篇文章 在58通证平台上 得到了非常多家长朋友们的关注 这个文章的标题呢 更可怕 什么呢 是玩游戏玩到孩子自杀 这款游戏家长一定要警惕检查 这个文章呢 主要讲述在厄迪亚 一个12岁的小孩 曾经主动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个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 痴迷于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 其实看起来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日式恋爱游戏 这个小男孩呢 在游戏里面追求 心仪的虚拟女生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游戏 之后会向一个完全扭曲的方向发展 大家可以到这个链接里面呢 去详细了解这种游戏的情况 那么我们也读出各位家长去 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在玩这个游戏 这种游戏呢 在网上的很多视频平台 被得到了大量的关注 很多人都在谈论 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的心得 都有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浏览量 所以它影响你目前还蛮大的 请各位家长小心 这篇文章呢 是转载自公众号哭 我实验室 谢谢他们的分享 那今天的好歌推荐呢 我们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 但是非常非常好听 而且我们相信99%的听众呢 你们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和这个歌手 那这首歌的名字叫 你说我是个收货商的人 歌手叫杜浩 这张专辑呢 发布于1993年 豆瓣上呢 居然有7.2张的评分 已经算很不错了 那么我们也为这首歌呢 写了一个简单的乐评 我给大家简单念几句 从90年代以来 涌现了很多异曲成名后 某某文的歌手 也许是因为他们仍不够 优秀 缺乏更深的领域和功底 也许是因为缺少机会 更也许是因为他们厌倦了歌唱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曾经赋予生命添加色彩的那些歌曲 已经在那个时代留下了永远的印记 其实从这张专辑中 完全可以为90年代的杜浩呢 寄托于一个与现在的阿杜 同样厚重的期望 相似沙哑的嗓音 更加游离于都市之外气息 那时杜浩几乎符合十几年后 现在流行的所有定义 只可惜90年代中国大陆 太多好的歌手和太多好的专辑 这样的形象的读号注定不会从封闭大陆最先流行起来 低调的读号以着让低调转机成为了被遗忘的过客 这首同名歌曲是为数不多的我第一次听就狠狠抓住我的作品 对节奏控制甚至可以说是玩弄令人赞叹 整首歌曲悠扬地方悠扬让人舒畅 跳动地方跳动让人无法镇静 抒情地方抒情的无可救药 读号演唱虽然在技巧上还有来提高 但感情的运用上已经非常到了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播放这首读号 你说我是个收货商人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是维青 欢迎大家在YouTube认为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为主持人提供发型设计的孩子没发 我们明天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总是默默无言的等 总是做着爱做的梦 总在每个箱里的夜晚 点着一个灰暗的灯 想着给我留下的情 忘了曾经被我的痛 想着你那会说话的眼睛 令我承受平等到天明 你说我是个收货商人 已经失去了感情的真 却在某年 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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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时辰 想走的我 我成了爱的温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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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年